嗨嗨 各位親愛的小弟老鐵們又來聊 今天這一集呢就是我們來教你們iOS 17 你怎麼去讓這個iPhone有這個開發者模式 那這個的方式是接這個蘋果的電腦或筆電 Mac的這個系統 然後你要去下載這個Xcode的這個APP Xcode的這個APP 那這個APP它很大喔 所以你下載要一段時間 另外就是你準備傳輸線 等一下準備要接手機 等於是說你用這一個Xcode去激活你的裝置 這樣子 好 那我已經下載完了齁 那下載完了以後呢 你就是去Xcode的這個 那我去點它 這個視窗的下方 這個板子齁 那它這會continue就是 它這邊會叫你去什麼 繼續什麼的 我就不管了 我們就把可以勾的都打勾了齁 都要去把它打開 那我們就把它下載了不管了齁 好 那它應該會去 你就是按照它的這個指示呢 去按這個continue就是繼續 好那好了以後它就會有一個這個畫面 那這畫面也不要理它 你就把它打X 另外這邊就是 呃 它會去 可能它開發者模式會把你的 激活的這個軟體或什麼的東西 沒關係齁 我們就是等一下再來看齁 我們先把它關到下面去 我們先主要的我們先來激活我們的這個手機好了 所以你就去點這個 我現在點到下方去找到 我們剛才的這個Xcode Xcode這個軟體 那你就是兩隻手指頭去點你這個 滑鼠的這個 呃這觸控板的這個選項 你這兩指點下去齁 它會出現一個 呃這邊有很多的選項嘛 那你看這個選項其中有一個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 C Simulator 這個就是去激活 所以你就點這個齁 我再講一遍齁 這邊有一個是打開開發者模式的工具 這邊有一個激活的這一個選項 那激活這個選項要選之前 我們就是你先把你的手機呢 就是先接上去傳輸線好了 先接上去傳輸線 接上去傳輸線 那可能會要我們去信任跟去接收這個電腦 那其實我剛才已經都有允許跟信任 然後輸入密碼 確定有連接上這個電腦了嘛 那然後再來就是你就去點這個激活 激活的這個選項齁 Simulator這個點下去 那Simulator點下去了以後呢 這個我剛才有去激活我的這個是iPhone 他其實可以去選齁 他去iPhone這個是14 Pro Max 所以他在激活了 他現在激活了手機的設定裡面齁 去看你的這個隱私 在你設定裡面 這有一個隱私跟安全性 你去點他齁 你會發現他重新開機後 他多了一個這個開發者模式齁 那你就把這個開發者模式把它打開 那打開以後他會叫你重新啟動 那你就重新啟動 那你有什麼的裝置 你就是同樣的去這樣去類推 所以這一個就是激活你的開發者模式的一個方式 那他等一下重新開機以後呢 我們再來檢視一下說 他的這個開發者模式 是不是可以更新新的系統 那你等他一下他再跑 好那我們現在重新開機了嘛 那重新開機了以後我輸入密碼 然後我們一樣 他問你說你要開啟開發者模式嗎 那我就是開啟 一樣要輸入密碼 好那現在開發者模式已經開啟了 那我們去設定的隱私跟設定 我們再去看一下喔 開發者模式已經是有打開了 好那我們再去這個我們的一般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軟體更新 你就會發現他多了一個Beta版更新的項目 那如果你是想要去更新17的話 你就去點這個Beta 那我等一下應該會去更新喔 好那你就會多了一個17的Beta的版本 這個是開發者模式去測試的 那你再下載並安裝 好所以今天這個教學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提早去體驗iOS17的話 你就用這個方式 就是去下載這個Xcode 然後他就會幫你激活 好我們這個Xcode這個軟體喔 記得他的這個 Open這個選項的部分 有一個這個 Simulator這個就是激活的這個選項 然後你就去激活你要的設備 剛才整個就是這個完整的教學就是這樣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喔 就希望這個激活的方式能教你們如何趕快下載到iOS17 好